我先改成跟作业一样的设定 2.2到5 在这边 我现在方便录影解说起见 我现在先在这边再重新说明一下 就是 在这里我们算从刚刚这里一开始 就是说计算期望值左右边各加起来是0.68 然后得到的量数是2跟5 但是如果我们改成 就是说用算2跟5之间的累积几率的话 他这边得到的是0.766比0.68还大一点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关键在于说是间断几率分布的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从这个Sign Theory这边 你们可以写在这个你们的 Jamobi的笔记上面 因为你们可以现在看这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里就是调成跟作业一样 当累积几率寒数到达5的时候 它的累积几率是0.8 有没有看到 然后如果是累积到2 累积到2的话 累积几率大约是 这个是 0.16吧 还14中 总之 用那个实际的二项分布几率 就是累积几率寒数的5 减掉2 我注意看 就是用我多做几次动作给你们看 就是说 从这个2 跳到5 或者说从5 跳到2 它的这个累积几率的相差值 都是要算这个平平的水平的线 你看它是这样子一接一接的跳上去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它在这边 所算出来的这个是0.766 因为是它不能够就是说 同样都是2的线 或都是5的这个中间线 你的这个几率值还可以把它给什么对半分 你可以当作说 这是我们要玩 间断几率 分布的这一类的函数 必须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这是累积几率 这是间断几率 分布函数的累积几率 它们是必须要这样 不过 它们这两条线主要是标记出 这2跟5的量数是有包含到0期望值0.68 你们这个作业都纯粹用Dramovi交 所以你们可以如果有交作业的你们就直接在增加刚刚我解说的这个注解在这上面 那我建议你们可以可以放可以就是指指到Sing Theory的这个网址 用这个网址来说明就是为什么从2到5它这个累积几率是0.766 因为这个是完全是按照数学的 这是按照二项分布累积几率函式的数学公式去算 就是背后它是有个数学公式 不过你们不用认真去记 然后我觉得更不用去记那个点 我会有说知道去查什么点 只要知道说量数跟累积几率的关系就可以 然后最后有一个要送给你们的 这个二项几率分布主要适用在 如果你的资料它是一种 我们要处理的资料是一种伯努力试验的次数的话 伯努力试验它其实是二项分布试验的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size这个参数等于1的时候 就叫做伯努力分布 你们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 因为在Sincere也有特别有一个 有一个专栏就是在讲这个伯努力分布 伯努力分布其实就是size等于1的二项分布 它其实就是丢一支丢一个铜 丢一个铜板 OK 对我可以顺便再追加个资讯 如果你们是查那个统计书后面的那个二项分配表 它里面所记载的什么根据某个参数的某个量数之间的几率值 其实都是这个累积几率 通通通都是累积就是你看2到2 你看2跟你看那个什么 例如说什么2 这个如果是这个这个参数的2跟3 3跟4 然后再4到5 都是那个那个值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累积几率函数 去列印出来的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既然可以画图就代表一件事 那一些你们在各种统计教科书后面看到那些表 其实都是那个用程式去印出来的 好那你们都知道嘛 现在都是AI时代了 那些事情其实真的不需要我们人脑去记 真正要会用AI是我们要 我们是应该是学会说把什么繁重的工作交给AI助手 我们学真正能够活用我们创造力的事情就够 统计也是一样 OK好你们二项分布都OK都有先记起来 先跟这个一样好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常态分布 任何换路 你